这个男人叫远山 下班回家之时 看见一个姑娘 躲在角落冷的发抖 好心把他背回了家 他给女孩端来一盆热水 找来干净衣服 告诉他家里 因为没有女人衣服 叫女孩先凑合着穿 看见女孩动伤的双脚 随后又递上自己的新鞋 让女孩安心在这里休息 女孩备受感动 不自觉地跑了起来 远山随后自己穿上了衣 回到办公室将就一宿 而远山第二天 一早带着早餐回了家 发现女孩亲自出来开门迎接 虽然他面无表情 但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远山掏出200块钱 让女孩先拿着也许用得着 自己拿着工具去上班了 女孩拿上钱找到远山 没有办法的远山 只好带他去搭乘火车 告诉女孩 搭上火车就可以回去县城 这时后面突然追上来 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女孩一看下嘚瑟瑟发抖 立马躲到远山身后 年长的男人指着女孩说 他是自己儿子的媳妇 远山不忍看着几个大老爷们 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 在事情没搞清楚前 他先把几人领回办公室 一番了解后 原来女孩叫香草 只有十六七岁 被父母用八千块钱 卖到大深山里 给一个傻子做媳妇 害怕的香草在洞房前选择逃跑 好在遇上了远山 确定了三人 就是他所谓的国家人 香草不愿意跟他们回去 他不想自己一生的幸福 毁在一个傻子手里 他向远山求救 远山本不想招惹麻烦 便找来班长商量 又一番警告说 他们买卖婚姻饭法 年长的男人怎么都不肯松口 那八千块 算是彩礼钱 不属于买卖人口 即便公安局的人来 也管不了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面对这样的无赖 班长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但就在这时 远山突然站出来对男人说 彩礼钱我来还 另外 再多加两千 相当于终身买断 无赖看着钱两眼放光 假装思考片刻后同意了 一旁的班长 指责远山太过善良 这一万块钱 可是远山所有的积蓄 为了不让远山吃大亏 干脆建议香草 嫁给远山算了 毕竟班长 一直为远山的婚姻 大事操心着 如今两全其美 其实远山常年守在深山 平时根本看不到女人 更别说 找到一个心仪的老婆 班长问香草 愿不愿意嫁给远山 香草竟然羞涩地说我愿意 可万万没想到 远山竟然拒绝了 与香草结婚这事 原因是他 不想让香草 因为感激嫁给他 更不想将来香草会后悔 远山还是连夜 将香草送上 香草竟然又回来了 香草从没有见过 如此善良的男人 他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远山 如今 现成对他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远山只感觉喜上眉梢 他终于有媳妇 可一觉醒来 香草正趴在桌子上睡得香甜 身边全是准备参加高考的书 原来香草还有个大学梦 远山就更纠结了 他害怕香草考上大学后 离开这里 可他也不愿抹杀香草的梦想 结婚的事儿便又不了知 为了让香草安心学习 远山将香草送到大婶那 大婶很是乐意 总劝香草只管读书 他们都功德起 只要读完回来 给远山当媳妇就行 香草只是羞涩的一笑 可住在大婶家虽好 却不能经常看到远山 只因远山平时工作忙 每天兢兢业业的游走在铁路轨道上 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香草担心远山 便每天去给远山送饭 两人虽然话很少 可情依却在一顿饭里 越发浓烈 只是送饭 需要走很远的路程 远山心疼 便不让送 怕耽误香草学习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他就看到香草在院子里洗菜 还在这间红泥屋住下了 从此 每天早上出门 香草都为远山准备好午饭 接着洗衣服收拾家 闲暇时间就用来学习 香草让红牛屋变得越来越温馨 而远山每天下班远远看到 在门口等他的香草 对于孤独久的人 这样的温柔太致命 香草的存在 让远山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盼望 也给他灰白色的日子 增加了无数色彩 过了没多久 香草就到县城考试去了 忽然之间 远山的日子变得空落落 好像没了什么盼头 每当有火车经过 远山都惊喜地站起来 却又一次次落寞地坐下 连他唯一的朋友 也要离开大山去献礼 和相恋的女友结婚 这天远山照常下班 竟远远看到院子里 那一升起的吹烟 和香草忙碌的欠养 他不自觉地扬起母微笑 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许多 或许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香草考试回来后 心情变得比以往更好 他每天跟在远山身后 远山寻鬼时 他就在一旁踩花莲 复联会的阿姨 都催着两人赶紧生孩子 香草的心里很是兴奋 说要给远山当老婆 可远山听完没有妥协 而是鼓励香草去念书 虽然他没什么文化 可他知道念书是正事 如果两人有 将来一定还能在一起 不料香草从口袋里 拿出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这也代表着两人要分离 在送香草去学校的路上 远山将家门的钥匙 挂在了香草的脖子上 只要有钥匙在 就永远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红迷屋和他永远都在 相隔很远 写信成了他们唯一的交通方式 可无论是天空下雪 还是学校里的新闻去世 都能成为增进两人感情 远山一遍遍地读着香草的信 香草也为了减轻远山的负担 他在学校里勤工俭学 给别人做家教老师 然而 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窗外的暴雨倾注而下 远山正坐在书桌前写信 忽然同事来敲门 说附近的一块隧道要塌了 需要远山帮忙抢修 远山二话没说 冒着雨便跟着去 经历了整夜的奋战 隧道是保住了 可由于他方过于严重 远山在抢救时不幸遇难 再也没有回来 留下书桌上那一封未写他的信 大婶将最后一封信寄给香草 得知噩耗 一时间难以接受 哭得泪流满 香草努力补其信上的最后集 那是远山一直想 却又一直没有说出口 他嫁给了 只是这段爱情 终究还是有缘无分 直到大学毕业后 香草回到了红尼屋 这是曾经远山生活的地方 也是他手务一身的地方 香草在山上新盖的小学当老师 他每天都会给远山写信 告诉他这里 每天发生的一点一滴 就像远山从没有离开那一般 闲下来的时候 就去陪陪大婶 有时也会为远山的朋友们 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 为了一份爱情 他活成了远山的模样 在这大山里 一手就是一辈子 他的生活虽然单调枯燥 可他的灵魂却是自由而热忱的 有些人光是遇见 就已经足够幸运 也有些人一旦爱上 便再也无法对任何人心动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给个点赞加关注